这小车还挺好玩的 这是一个1.5T的182马力前驱 配了一个CVT的变速箱 这个小车我觉得还正经挺好玩的 这个感觉 行格这辆车我之前已经拍过详细的试车了 这期节目并不是试车 大家在我的主页里面搜行格 往前找就能找到这期节目 那今天这期节目干嘛呢 是因为这辆车虽然是个家务车的定位 但是毕竟失常于它的大哥 Integra硬地瓜嘛 人家是一个很经典的运动车 它自己是个运动态度的 我告诉你在哪 你看这个车配的轮子 225 45 18 并且配的是RE050A 这个在运动轮胎里面 属于是中高端的民用运动轮胎了 你说它是家用车 但是轮胎的配置确实是很运动的 我们再看看这辆车其他有关的行走硬件 1.5T能做到了182马力 属于1.5T里面中高端了 CVT的变速箱加上前驱 加上运动轮胎 OK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运动的 还不错的小车 它在赛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 走 好 正好也作为热车了 之后我们再来跑圈速 哟 这刹车还挺灵啊 这感觉 这小车感觉很灵动啊 反应好快 这个转向 车身的姿态跟它的转向的这个角度的反应非常的快 哟 这小车还挺好玩的啊 这是一个1.5T的182马力前驱 同时呢 派了一个CVT的变速箱 CVT的变速箱 其实对于激烈的跑赛道 从结构上来说是不利的 但是呢 我们要看看这个CVT变速箱 能不能承受住 今天大概有三节 每节应该在十圈左右的一个刷圈的强度 哎 这个小车 我觉得还正经条 玩的这个感觉 它跟人的沟通的感觉很好 并且这个转向 是很灵活的 对于车身姿态 这个还真是让我没想到啊 并且它配的轮胎是 RE050A 也属于是运动轮胎里面 不错的轮胎 总体来说 底子都还是挺好的 真是没想到 第一个刹车的脚感很好 再有一个就是 转向还是很灵敏的尾巴 还是挺稳的 不是像特别灵活的尾巴 是很标准的一个 比较古典的前驱车的感觉 我们这圈热纹身之后 就可以准备来刷一个成绩了啊 ESP现在是关闭的状态 转向感觉真是挺好 挺舒服这个转向 人能感觉到车的状态 这个转向 而且加上CVT的变速箱呢 它其实对于整个油门是 整体的输出是比较绵柔的 它并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 通过变速箱那种输出 所以在这种跑赛道的情况下 CVT变速箱可以早开一点点油 看我现在其实刚到湾芯 就已经开油了 底盘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支撑性好的 在同样档次的车里面 不是那种特别软塌塌 给人没有进行的感觉 底子还确实是不错 OK测试都已经结束了 最终成绩定格在1分04秒23 这个成绩我非常的满意 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个天气太冷 不离轮胎的发挥 第二CVT的变速箱 竟然撑住了三节 共21圈的一个刷圈 让我非常的意外 一般这个成绩主要出现在 2.0T低功加AT变速箱 及1.5T超高功加AT变速箱的 运动风格车型上 出现在一个1.5T加CVT变速箱的车型上 还是让我们非常的意外 所以形格的综合运动性能 还是不错的 OK我们春天的时候 再刷圈看看它能不能更快 喜欢记得分享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